開大學校長吳東欣是從經濟部標準檢員局局長 承接三手中結果認證書 貨班ISO501能源管理系統證書的 大學校長吳東欣表示 學校每年都會提出相關的節能計畫與經費補助 交給學校老師進行專業的研究 再依據研究成果改善校內的耗能設施 我們是國內第一所由中央標準檢所頒發的 501能源管理系統 表示大學大學在節能減碳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心力 我們也希望藉由ISO501能源環境管理系統 能夠持續不斷的把大學大學的綠色大學 能夠導入正常的組織運作 而且能夠持續的每一年的節能減碳 為地球付出心力 這種理論與食物雙效結合模式 成功整合校內教師擁有環保節能專業的技術 在總部處同仁豐富干領的食物經驗與創新應用精神之下 大學近六年在節水節能領域的研究和實際應用成效 屢屢獲得政府機關的肯定 今天這個認證對學校來講是學校長期在能源管理系統上面的一個肯定 那麼也是學校綠色晶圓大學的一個新的這個里程碑 那大學呢我們學校很願意呢跟社會大眾來分享 那麼我們一起攜手來建造這個低碳家園一起來努力 武校長強調 全國大眾院校平均用電的EUI值是86度 大學大學的EUI值是68度 遠低於平均值 由此可見學校推動節能的成效 今後學校將繼續在能源管理上進進 並將經驗與成果和社會各企的分享 促成低碳家園的理想造成所限 那有點心軟的影響市場採訪報導